中華隊輕棒小將和橫幼 幼兒裹著紗布 現身台中棒球場 跑來跑去跟小球員們合照 26號歸隊練球 看得出復原狀況良好 這兩天是先休息 以休息調整的為狀態 今天休息下來 都沒有什麼不舒服 就是狀況還不錯 坦炎傷口還在觀察 其不能太激烈運動 這兩天無法下場比賽 未來全力練打 但已經調適好心情 正式比賽要全力以赴 現在以樂觀的心情去面對 大場面的運動 而且可以去打世界盃 就盡情也去省城 今年17歲的何橫幼 就讀古堡加升 除了是U18中華隊的開路先鋒 更是今年玉山盃 輕棒錦標賽的最佳一雷手 去年U18棒球邀請賽 更榮獲打擊獎第一名 可以說是中華棒彈的明日之星 沒講到在25號 對美國熱身賽 被150公里訴求 擊中頭部倒地 誇張的是 現場沒有醫護人員 也沒有單價 只能搬出木板充當 就算是練習賽 甚至你是國際的比賽 你該有的防護 或者是醫療團隊什麼的 都應該要完整 給人家感覺 感官是比較不好的 舉辦國際賽事 為何第一時間 連單價都沒有 遭網友質疑 熱身賽選手就不會受傷嗎 沒有醫療小組 簡直廢到笑 還有人批評 這叫國球有夠扯 確實有這個疏忽的這一點 所以今天全部不吃了 因為他這是練習賽 通常練習賽是沒有安排這個 幫球協會坦誠疏失 並強調即日起會嚴加把關 但這一季頭部出身球 也讓球場安全議題浮上檯面 記者台中綜合報導